好 我跟你講 我自己就先把他從頭到底講一遍好了 其實不管雙城論壇或者是世大運 其實那個不是我一個人可以應付的 鏡頭前解釋再三 因為日前上媒體專訪 直指不管世大運雙城論壇 都被中央置之不理 還一度哽咽 縱然陸委會否認到底 客問著孤軍奮戰的心情 依舊五味雜陳 特別是牽涉到兩岸的關係的時候 不過還好了 反正最後我們都撐過去了 也平安落幕 所以這個就到此為止 要這話題快畫下句點 但七月登場的雙城論壇 事隔兩個月又提起 還點名國安會陸委會 有學者就認為 客問著指控很嚴重 應該拿出佐證以照公信 如果他說謊的話 我覺得他要負政治責任 因為你這樣對於 你認為好像是陸委會 好像挖了一個洞 讓你去不理你 如果是柯文哲 當然他會覺得非常的憤怒 難怪他會哽咽 但如果不是這麼一回事 那我覺得他也 他這樣的指控是非常的嚴重 還好啦 我就常說最後你知道 但是這樣啦 結果有時候 沒有辦法讓每一個人滿意的 不過我們就 要收起鄉院繼續往前走 如果我們真的是為台灣 讓我看著自己演了這齣戲 但先起的爭議已經在政壇 擾人一波池水 歡迎收看廖文普 旅家衡台北報導 有個不足的 有個不足的 我們要看 我們要看